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迪摩 门部他们三个都激动万分 期待看到那监测形成的虚拟投影 他们作为族群灾难的幸存者 本能地对宇宙中其他异族抱有敌视 特别是那些参加域外战场的异族 他们更是无比的仇恨 因为他们的族群 当年就是四大巅峰族群 为了开辟战场才灭了他们族群 就因为要开辟战场 就灭了我等族群啊 他们怨气很大 心中满是仇恨 可对四大巅峰族群而言 就仿佛强大的几个狮子群 要开辟战场进行战斗 而原本占领战场的兔子群 自然就被随意解决掉 对狮子而言 吃兔子 才死蚂蚱是很正常的事 可对兔子狮子而言 狮子却是他们的大仇敌 一族之间 本就不存在恋名 死吧 全都死吧 普埃 拉丁姆 门布 眼神中满是炽热 看着发生的这一切 铜体紫色的 显得斑驳古老 中体上那密密麻麻的神秘蚊子 也盈盈散发着强大气息 随着轰隆隆的可怕狂暴声音 在这鼓中内响起 虽然那颗火神圆巾爆炸能量 被束缚成一个方向 可依旧对整个中体 形成强大的爆炸冲击力 轰 透过中体 依旧有无形的冲击波复散 砰砰砰 直接冲击在 那站在鼓中外的 瘦小猙獰的子中王身场 即使被中体削弱九成 那冲击力 依旧令子中王身体碎裂 可瞬间又凝聚为一体 他却咧嘴兴奋笑起来 眼眸中满之期待 苍京王 人类 你们都死吧 宝物都是我的 一切都是我的 啊 凶魂而愤怒的咆哮声 从苍京王喉咙中发出 他的眼眸中满是愤怒 子中王 苍京王双眸欲裂 光 古中轰鸣 火神圆巾爆炸 产生的可怕能量 被古中席卷着压缩 控制着 完全朝一个方向轰击 苍京王所在的方位 在封闭狭小的中体内 如此境范围 苍京王根本是没有办法闪躲 瞬间就遭到了可怕的轰击 原本是朝四面八方爆炸的 却硬是要被束缚成一个方向 威力飙升怕有十倍 本来就媲美封王巅峰自爆的三倍威力 现在又飙升十倍 轰 苍京王全身澎湃的强大的能量 之前欲要速战速决 解决子中王罗峰的 他就已经燃烧百分之三不朽神体 可他却没来得及 杀其他强者就被罩在古中内 以他封王极限战力 再燃烧神体 竟然硬是能够抵抗这股爆炸 冲击力刹那 可是没用 仅仅抵抗刹那罢了 论能量至上 仓京王燃烧不朽神体产生的威力 是和此刻古中形成的轰击相差无几 可在量上 仓京王仅仅燃烧百分之三不朽神体的能量 几乎刹那就被耗光 再遭到攻击的一瞬间 感觉到那股轰击 脆酷辣羞 耗掉自己燃烧着的不朽神力 仓京王就明白 完了 我必死 我的弟子们 我的老师们 我苦啊 拖累 猛杀杀 再见了 希望能够在遥远的未来 能够被复活 再看到你们 仓京王眼神中 略过一丝哀伤 紧跟着便是无尽的疯狂 心中咆哮愤怒 子忠王 杀我 你也一起死吧 给我报 苍京王最后一刻 选择了自爆 一般正常攻击 火神元金爆炸 击杀一名疯王 是能量彼此掩灭 绝大多数能量彼此对耗掉 就像当初苍京王 一击就毁掉夜晨王 约百分之五十不朽神体一样 这是一种掩灭 不会有太大动静 可是 如果不抵抗 不彼此掩灭 而是选择自爆 就和夜晨王自爆 造成那般大动静的道理一样 自爆的话 等于苍京王本身 就化为一颗燃烧的火神元金 轰 火神元金能量汹涌 轰 苍京王疯狂的自爆 更是可怕 就仿佛两颗火神元金一起爆炸 唯利可怕的吓人 古中外 不 子中王面色巨变 他一直透过古中控制火神元金爆炸的能量 束缚着那能量形成一个方向 自然清晰感觉到里面爆炸产生的狂乱能量 猛的飙升 一旦说 他束缚不住 控制不住的话 这股能量将会朝四面八方轰击 即使中体阻碍削弱 九成 剩余的一层冲击力 也足以将他这个疯王巅峰强者 十节阵的完全掩灭掉 毕竟 这是疯王极限强者 自爆外架一颗火神元金啊 束缚 给我束缚 全部一个方向 全部一个方向 面临死亡危机 死中王歇斯蒂利的拼命操控的鼓中 也欲要将苍金王的自爆的能量 和之前火神元金爆炸产生的能量一样 束缚成一个方向 朝下方轰击 束缚一个方向 会造成被攻击的那个方向 攻击力特别可怕 而其他方向 却也弱得很多很多 这样 透过中体对外的冲击力 也就弱了很多很多 可显然 要束缚控制这么可怕的能量 即使借助这鼓中也很难 给我束缚 自中王群身燃烧起不朽神力 双眸满是疯狂 化化 燃烧的不朽神力 仿佛汹涌的洪水 不断倾泻而出 被那子中疯狂吸收 借助这燃烧的不朽神力灌输下 此中本身威力顿时大增 应是将紫金王最后 想要同归于尽的自爆 给强行束缚 束缚和火神圆金能量一个方向 两股能量会合一个方向 直接朝下 这股能量 轰击在宝藏室的地面上 也就是中体罩着的区域 这宝藏室墙壁 地面防御的确很强 封王巅峰强者自爆 都能硬生生的抗下 须知 这也算是宇宙尊者 普通一击的威力了 可是封王极限强者的自爆 再透过古中束缚 朝一个方向轰击 威力更增十倍 导致地面在瞬间遭受到 超百倍的冲击力 碰碰碰 宝藏室的金属地面 硬生生被直接轰碎撕裂 而藏宝箱的位置 正是地面的中央位置 自然也是被中体笼罩 被轰击覆盖 当金属地面被完全撕裂的同时 那连接在地面上的十二条锁链 和被锁链捆覆着的藏宝箱 显然防御极强 在这等攻击面前 十二条锁链和藏宝箱 却硬是硬抗住 并无损坏 金属地面都被轰击穿了 在宝藏室下面的祭塔 其他区域 防御就脆弱多了 当初夜晨蒙 百分之十五不朽神体的自爆 都令周围 六十公里范围 完全化为废墟 这一刻攻击强了 不知道多少 却束缚成一个方向 呼啰啰啰啰啰啰 肉眼可见了一条粗壮的冲击 朝下方直接冲下去 金属地面的碎片 掺杂着十二条锁链和宝箱 还有在这等可怕轰击下 世界戒指碎裂释放出的 大量宝物 也损坏了不少宝物 还有更多昂贵的宝物 伴随着那些金属碎片 锁链宝箱 被轰击的 朝下方直接飞去 一口气 直接轰出一条深达 六千公里的深洞 这股冲击力才消失 六千公里范围内的一切 都轰成了渣 苍金王悲惨 可罗锋也不好过 当时火神援金爆炸 被束缚专门队的苍金王轰击 只是三亿出的些许爆炸冲击 对罗锋其实威胁并不算大 还能扛得住 可是紧跟着苍金王自爆了 这下麻烦大了 虽说苍金王全力以赴束缚 可一散出的能量 却大了很多很多 罗锋几乎遭到 封王极限强者自爆 大概三成到五成的威力 躲 在苍金王自爆的瞬间 躲在中体内嘎啦 被波及的罗锋知道不妙 立即将地球人本尊收入体内世界中 不像靠世界戒指收取物品那么麻烦 罗锋三大身体可以瞬间切换 可瞬间进入体内世界 因为体内世界是孕育他们的 是三大身体的核心 虽然瞬间躲进了体内世界 可保存着圆核的那颗世界戒指 却是被罗锋藏在事无于义中 事无于义早被罗锋炼化 可融入身体 身体肌肉和事无于义完全融合 那世界戒指也能和肌肉融合 自然可以将世界戒指放在事无于义内 如此才是最安全 银色的事无于义 其中包裹着世界戒指 被轰击的朝下方飞去 打得断的和其他大量宝物 大量碎片 全部朝下方急速飞去 即使单单的一颗世界戒指 乃是罗锋专门定制 尽量让防御足够强的 仅仅是被拨紧那点威力 是不会碎裂的 可是罗锋不敢赌 所以一直放在事无于义中 当事无于义 包裹着世界戒指 锁链 宝箱 金属残片 苍金王那被正面 轰击碎裂的世界戒指 释放出的无数宝物 也是之前封王强者们的遗产 包括苍金王自身的财富 全部被轰击地朝下方飞去 都是我的 全部都是我的 在整个地板都被轰得 完全碎裂的同时 那燃烧不朽身体 束缚苍金王自爆的子中王 已经消耗掉 百分之二十六的不朽身体 损失砍成巨大 直了 直了 他们这些封王所有的宝物 苍金王这个封王极限强者 无数年的积累 那人类强大的防御宝物 还有那锁链宝箱 一切都是我的 损失的不朽身体 直了 直了 此中王虽因地板碎裂 略显错愕 可紧跟着便是浮冲而下 直接冲向那些大量宝物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十五篇 第五十四章 族群崛起 那爆炸冲击轰出的通道 乃是直线往下 直径就那么大一点 而那大量的宝物 不可能完全平行于通道壁 因此 就仿佛玻璃球撞墙似的 噼里啪啦 喷喷声一片 各种宝物撞击在墙壁上 然后又斜着反弹 撞击到另一边 再度斜着反弹 乱糟糟的一片 可紫中王却是双目炽热 激动得无以复加 一个普通人 如果看到大量的金元宝 在街道上乱滚 而且布满整个街道 虽然似乎乱糟糟的乱滚 却也一样会激动的 都是我的 我的 哈哈哈哈 回头多买两颗火山圆镜 再购买餐物 火中神山的名额 还有大量促进 恢复不朽神体的宝物 还有 紫中王急速往下飞 迅速收着那些 碰碰碰乱撞的大量宝物 心中却是激动想着以后 到底怎么安排 宇宙中的宝物 实在太多太多了 各种各样的宝物 如死中能让宇宙尊者重视的 如事无语义 能让宇宙尊者疯狂的 如更高等的 是宇宙之主都经常使用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 像降价王甲 等等一些使用条件奇特 用出诡异的物品 总之 不计其数 可宝物是需要进行宇宙秘境冒险得到 需要强者厮杀争夺 需要大量财富去购买的 哈哈哈哈 痛快痛快 太痛快了 此中王俯冲而下 收刮着所发现的一个个宝物 事无语义 正不断的朝下方坠落 在他旁边就是锁链宝箱 还有大量其他宝物 我竟然还有这等大机缘 哼 事无语义旁边 凭空一块金属残片浮现 正是磨砂族分身 变化成了这一级金属残片 当然 只是复制的气息 内在却是虚得很 算是滑而不实 毕竟 磨砂族分身 还无法让内在都变成这级金属 事无语义消失 已然被收入体内世界 那么世界介质 则是融入磨砂号金属残片中 因为在祭塔中无法探查 在这般能量余波的 不断高温下 在高空中 王家府中的子中王 哪会根本发现不了 这锁链宝箱也是我的 那被十二条锁链 捆覆的藏宝箱 锁链上还连接着许多金属碎片 此刻也突兀消失不见 藏金王的雷电之帽 竟然还没有损坏 也是我的 这是什么 空间戒指 世界戒指 看来那藏金王破碎的世界戒指内 也存放的一些空间戒指 世界戒指 也收了 这保存 子敏神术随的器皿 还真戒指 撞击墙壁那么多次都没碎 收了 哇 这那只十亿混远单位吧 也收了 收 收 我收 摩沙族 摩沙族分身变化为的金属碎片 肆意收刮着大量掉落的宝物 就仿佛天上在掉金元宝 罗锋是来者不惧 有多少收多少 而高空中 俯冲的子中王也在收取着大量宝物 他们俩一者在下方 一者在高空 都在收取着宝物 嗯 那锁链宝箱呢 俯冲下来的子中王 皱眉疑惑 难道和墙壁蹦撞 跌落到旁边什么廊道里面了 这次鸿击 可是鸿击出六千公里的通道 自然是和祭塔本身的一些通道 仓室相连 所以有些许的宝物 也是撞击到岔道 狼道中去 锁链宝箱 必须得找到 恐怕其他宝物所有加起来 都不一定有锁链宝箱珍贵 还有那人类 人类的宝物 不知道是什么 子中王也暗想 当时苍金王自爆后 大量的宝物被轰飞 其中掺杂着银色羽衣 无数宝物混淆下 子中王根本无法辨别 哪一个是人类罗锋的 先找到祭塔宝藏 锁链宝箱 这才是最昂贵的 只要弄回去 自然有办法弄开 子中王开始寻找 在寻找的同时 偶尔发现一些宝物 也会直接收起 不过 他确实将这些宝物 直接收入一枚空间戒指中 子中王是有过大际遇的 他经历过 直到宇宙中一些奇特生命 外表看不出是生命 可假如收入世界戒指 那就糟了 所以一些昂贵的宝物 他会收在一些空间戒指中 再小也是肉 这毕竟是这级金属 也收了 子中王将那些或大或小的这级金属残片 也收起来 这金属也是昂贵的很的 随便一片 就能让普通不朽神灵 倾家荡产 加起来 也是价值过亿还原单位 锁链宝箱 这锁链宝箱到底在哪 在哪里呢 子中王焦急寻找 可却硬是找不到宝箱 怎么回事 到底掉到哪个岔道了 子中王有些焦急 众多宝物中 那祭塔宝藏锁链宝箱 才是他最重视的 可现在却找不到 子中王再度收一金属残片 砰 空间介质 自动排斥 直接将金属残片排斥出去 怎么回事 子中王大惊 猛的转头 看向那金属残片 哈哈哈哈 凭空出现一道身影 正是有着银色羽翼的人类罗锋 那金属残片落在罗锋手中 那枚世界戒指 直接融入皮肤中 至于磨砂族分身 则是回归体内世界 你 你你 子中王 那阴冷的小眼睛 却是瞪得滚圆 死死盯着眼前的身影 银色战铠 银色羽翼 悬空而立 羽翼微微煽动 罗锋正微笑看着子中 子中王轻声道 子中王 谢了 祭塔核心控制失踪的 那三位土著强者 却是从头到尾 一直在监看着这一切 只是之前 那一波狂暴的轰击 撕碎了宝藏室 毁掉一层层仓室 毁掉祭塔内大量建筑 有瞬间的监测混乱 可很快便清晰了 他们能清晰看到 子中王俯冲而下收宝 也发现底层的宝物 诡异地一个个消失 当最后罗锋现身时 他们都惊呼出声 是那个人类 他竟然没死 那个最强大的一族都死了 他竟然都没死 难怪族老说 四大巅峰族群中的一些超级强者 拥有着很多宝物手段 让我们暂时隐忍 不可去报仇 果真是可怕呀 那个最强一族 那般强大都死了 之前这人类 似乎实力只是封王高等 却能活到现在 普安 拉顶 门部 忍不住一阵惊叹 这一次宝藏争夺大厮杀 最后的赢家 似乎是那位人类 他才是最大的赢家 嗯 我们宝藏室的宝藏 也落在了他的手里 传承始终是无数的秘法 可这宝藏室 才是对他们这些一族 最有用的无数宝物 这三位赌注强者 很是遗憾 特别是神主普爱 当祖老 丘齿卡死去那一刻 神主普爱 就自然成为他们族群 这一脉 最高领导者 他也感到了 族群生存给他这位领导者 带来的压力 天塌下来 又高个顶着 所以族群生存压力 一般是族群最强者 感受最强烈 没想到 他们厮杀 竟然能毁掉宝藏室 神主普爱 摇头叹息 本来 想要等他们神国 传送离开的 现在宝藏室撕裂损坏 锁链宝箱 也被他们得到 至于连祭塔 被轰穿六千公里 整个祭塔的祭祀密文结构 遭到大规模摧毁 效果只剩下一两成 祭塔已经无用 我们回去吧 神主普爱看向 拉提摩 门部 宝藏室的锁链宝箱 被异族得到 祭塔最珍贵的 当年尊者们布置的祭祀密文 可大规模损坏下 效果已经很弱 祭塔无用了 嗯 门部 拉提摩都点头 至少我们得到了族群传承 神主普爱轻声道 有了传承 族群就有未来 地球上早认定知识文化传承很重要 而在宇宙亿万族群而言 每个族群特有的无数年 无数强者 积累的修炼秘法 乃是族群传承最重要的 一个族群的顶层强者 全部死光 幸存些许 弱小不朽神灵 只是那些幸存的不朽神灵 记得秘法而已 根本无法强大族群 没有无数秘法传承 在时间长河中 他们很可能某时会掩灭 至于强大 几乎没有强大崛起的可能 有了族群秘法传承 他们就有强大的希望了 记他自毁吧 神主普埃下令 你随我一起离开 是主人 广袤而古老的神国内 神主普埃 拉迪姆 门部他们三个凭空出现 神主 朱老呢 朱老怎么没回来 其他些个疯王都联盟追问他 拉迪姆 门部 神主普埃眼中 都有着一丝哀伤 神主普埃挥手摇指那空间通道 砰 整个空间通道瞬间开始崩溃 朱老为了族群 云落了 神主普埃轻声道 其他昏王们都愣住了 可是 朱老的陨落 却为我们族群带来了传承 神主普埃猛地思考道 大灾难前的族群无数秘法 适合我们族人的无数秘法 我们已经全部带回来了 有了族群传承 我族群一定会强大 一定会再度崛起 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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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疯王们 心中有着对族老陨落的哀痛 同时也有着一股炽热的信念 对未来他们 已经充满希望 族群 崛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